《封城讓人間慘劇》 官員說有幾大件事 數學教材插圖太醜肉畫 背後利益鏈被曝光 川普憂慮第三次世界大戰 普京最近疑似用替身露面 戰時妄恐 俄國媒體曝光普京對車神總統失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30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近期中共極端清零封城 造成各地不斷上演人間災難 近日北京防山區一名市民的 父親急診體病需要洗腎 但是通往醫院的路全部都封了 這個人質問警察有什麼法律條文 將所有路都堵住 28日一位上海老年男子 對圍觀人群控訴官方檢查出假陽性 導致家中孕婦難以就醫 最後胎死腹中 基層官員卻說沒什麼大件事 一張網傳圖片說 只有在中國我才活得好像個病毒 網友說向騙穿 穿騙園 一級一級往上騙 一直騙到國務院 國務院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 念如文件搞核檢 大封閉大核檢 只要折騰不要錢 使核檢 怨核檢 街道村莊全核檢 所有生產都停下 只有核檢最賺錢 黨中央國務院 感覺被人欺瞭騙 誰核檢誰出錢 新政一出尿受散 病毒從糧也好轉 清零鬧劇破尿產 於是在大陸某地一名網友發出影片顯示 當地做核酸的防疫人員缺錢 不同百姓做核酸 網友猜測 接下來應該做核酸業務的防疫人員討薪 那些承接做核酸業務的企業拉橫幅討債 疫情下 百姓本來生存就難 特別是底層民眾 最近大陸某地幾個執法人員不顧小販的哀求 將他的西瓜都摔在地上 將他的稱也都打爛了 網友說這是全球唯一不給攤販活路的國家 但是中共外交部話春瑩卻說 疫情之後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達到98% 網傳一段影片 詮釋了當今的中國社會 各人分工不同 有人負責淚水 有人負責歡笑 近日中國人教版教材話題在大陸一年上了7個熱手 在微博熱手榜的前8名當中 相關話題就佔了5個 不少網民表示 教材插圖人物醜陋 疑似色情 價值到向有問題 面對批評聲浪 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宣布 已經著手重新繪製相關教材的封面和部分插圖 並說此事已經介入調查 有評論表示 義務教育階段的標準教材從內容編寫 板式設計到插圖繪製 每個環節都是精心插畫編制 再經過多重審核校對 才能出版發行走入課堂 但這樣的問題教材是怎樣通過層層審核 得以出版發行的呢? 人教社是中國實力最強的單體出版社 據官網顯示 人教社的教材和教父 基本上覆蓋了一個學子和幼稚園 到大學畢業的每一階段需要 從必修教材到選修課本 從同步練習到課外掃養閱讀 還有包括光碟等電子影音產品 各個電子影音產品價格不一 最便宜的是幼稚園教師參考書錄音帶 標價六個半 小學數學二年級上冊的教學錄影光碟 標價是96元 而人教PAC教學平板電腦 是為中小學師生設計的智能教學終端 價格在3680元至4380元之間 人教社在2016年曾披露 第二代人教PAC已經服務珠海市超過50所學校 和人教PAC緊密相關的人教數字教材 目前已經在20個省市自治區 實現規模化應用覆蓋師生超過3千萬 而人教PAC都是學校統一採購統一價格 但在今次插圖事件發酵之後 人教社官網刪去了 關於人教PAC的配置和價格介紹 不少網民表示 教材插圖人物眼神奇怪、歪嘴、邪視 甚至有男孩拿路私隱部位 有些人物還有紋身等 而在人教版小學貨本插圖當中 名為《流汗拉》的繪本 竟然出現了卡通男孩 拉著女生的手臂貼看的圖案 讓人感覺很不舒服 目前有關部門說 現在已經對《流汗拉》進行下架處理 此前2012年的小學4年級下語文貨本的封面圖 上面印有博愛醫院的字樣 該醫院是一間治療苦科 男科疾病的民營醫療機構 另外在扁著字病的故事插圖更令人不惜 途中作為病人的女性穿著暴露 表情、姿勢及與醫生的距離動作都十分曖昧 難以相信這是給兒童看的舒直 很多小粉紅還認為這些插圖是肉華 有意醜化中國人 教育部一定有耐鬼 這是顛覆政權 面對民間的聲討 紀監組微博說人教社的董事長 法人代表董強被停職調查 北京國安機關已經著手調查 這樣為什麼近百年此事才突然披露出來 有人認為是分散對中共總理李克強 近日召開的10萬人大會講話的注意力 對此時名人張天亮認為這樣比較符合 中共宣傳的套路 他說這種色情的東西對於社會的毒害是特別嚴重的 其實審核者之所以讓這些軟色情的東西流傳出去 當作教材去毒害小學生 不是他們沒有能力發現而是根本就不想發現 這種事如果發生在美國絕對是一個大醜聞 是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負責 而且他們會被家長起訴最後讓黑心商人傾家蕩產 讓政客辭職回家甚至可能會去坐牢 28日晚川普在懷俄明州集會上發表演說 談論各國目前的言論和行動 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強調目前應該將所有努力致力於談判中 而據英國情報機構消息 普京最近公開露面的可能都是替身 川普指出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 讓烏克蘭遭受摧毀 早在3月的時候 川普就曾批評拜登太軟弱 以致無法阻止烏克蘭遭受攻擊 當時他就提到 戰爭如果持續下去 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川普還提及中共正關注烏克蘭局勢 他表示曾經跟中俄首腦交談 警告兩國不要採取侵略行動 如果真的這樣做 將會對兩國非常嚴厲的打擊 俄烏戰爭讓俄軍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 俄羅斯國會25日通過俄聯邦 兵役義務與服役法修正案 取消民眾重軍的年齡上限 28日由普京簽署正式生效 粗略估算 該國有多達50萬年齡在40至65歲的男性 將可以參軍 而根據英國《鏡報》報道 英國情報機構軍情陸署 一名消息人士說 普京最近病得很重 外界最近看到的是普京的替身 據《每日聲報》報道 普京本來已經病重 如果他去世 趁信為了盡可能延長掌權時間 會選擇掩蓋消息 消息人士補充 普京最近出現在傳媒鏡頭前的影像 可能都是預先錄製好的 公開活動當中也可能使用了替身 好像9號的莫斯科勝利日月兵 出場的可能就是替身 69歲的普京近幾個月健康明顯惡化 包含他在鏡頭前越發潮緒 行動力似乎下滑 而且面部浮腫 先後傳出疑似罹患痴癌和柏金信證 近期更加傳出罹患血癌 不過俄羅斯一直否認傳言 俄羅斯聯邦車神總統卡德羅夫 先前派軍前往烏克蘭 參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普京曾經公開稱讚他們的勇氣 然而有消息指出 普京最近開始對卡德羅夫及其部隊的社交媒體活動 表示失望 《烏克蘭真理報》引述俄媒Meduza 前記者所創辦的媒體Gat Kit的報導說 令俄軍沮喪的是 卡德羅夫的部隊儘管在戰鬥當中並不出息 他在媒體上宣傳他們比其他俄軍更加熟練 更加勇敢的形象 經常在抖音分享他們的所謂封攻偉業 俄羅斯紀念人權中心代表奧羅夫指出 卡德羅夫在俄羅斯的權力垂直當中 佔有特殊的地位 他比其他和級別的俄羅斯官員和政治家 可以講和做更多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卡德羅夫 允許自己公開批評俄國首席談判人員梅丁斯基 以及宣布俄羅斯 從基赫和切爾尼哥夫前線撤軍的聲明 奧羅夫表示 普京需要有人依靠 他的主要支持來源是不同類型的軍隊 在這個力量網絡當中建立一個制衡系統 卡德羅夫只是普京遊戲當中的一個棋子 普京需要有額外的力量來平衡其他力量 車神人實際參與戰爭的程度 及他們對敵對行動的影響 和他受到的媒體關注不成比例 他是故意這樣做的 為的是引起大眾的廣泛關注 從這個意義上說 他的公關活動是成功的 報道說 除了卡德羅夫指揮的俄羅斯衛隊 和俄羅斯內政部部隊之外 還有一些來自車神的部隊 被強行或者自願部署在其他戰線 總體而言卡德羅夫作為車神負責人的公開行動 目的是討好普京 並將自己提升為聯邦政治家 而並非他目前作為北高加塑地區負責人的地位 29日因為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反對 歐盟未能就俄羅斯石油禁運問題達成一致 但仍然將努力在30至31日舉行峰會前取得進展 在當日會議上 歐盟高級外交官在一項妥協方案上陷入僵局 該方案將會禁止進口通過郵輪運輸的俄羅斯石油 但允許進口通過管道運輸的石油 這樣意味著允許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 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繼續通過蘇聯時期穿越烏克蘭的 德魯日巴輸油管道獲得石油 直到找到替代的供應 這項妥協方案允許匈牙利推遲兩年實施石油禁運 以便有時間重新裝備其煉油廠 並從其南部鄰國克羅地亞建立新的石油路線 儘管匈牙利支持這個提議 但當日的談判仍然受阻 匈牙利希望提高克羅地亞輸油管道的產能 並將其煉油廠從使用俄羅斯烏拉爾原油 轉向布倫特原油 但依賴布倫特原油運輸的成員國就擔心 他們將會因為這項制裁而面臨更高的價格 建議的石油進口制裁 是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第六輪制裁的一部分 這項計劃還包括撤斷俄羅斯最大國有銀行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和Swift的聯繫 禁止俄國廣播公司進入歐盟 以及將更多人列入凍結資產等 嚴重依賴俄羅斯石油的匈牙利表示 石油禁運將會對其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因為它無法輕易從其他地方獲得石油 斯洛伐克和捷克表達了類似的關切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議 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但相關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個月 仍然沒有進展 歐盟領導人一直致力於就制裁達成協議 以避免在對莫斯科的回應當中顯得不團結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